我们可以看到聊天室已经激起了言论 来聊关于我们的蔡总统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昨天在总统府元旦升旗典礼 领唱国歌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就质疑 这是在言哪一出 民进党因为意识形态唱国歌 一向都是卡卡的 陈时中此番带头唱 而且是大声的唱 是民进党觉得拙飞金事 还是另有其他的目的 对于蔡英文总统今年发表的 新年谈话 游盈隆也认为 内容四平八稳 观照的都是短期施政的重点 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至于限改提都没有提 看来已经出局了 而这也代表他第二任 就是就职演说所提的 限改议题确定跳票 前选这次有什么反应该 我们不信任何适应该 可能会是她的 因此对于 呼噁炸料